把手机调到护眼模式后 屏幕就会变成淡淡的黄色 很多人佩戴的眼镜片也泛着淡淡的黄色 你说它们之间有联系吗? 护眼模式是通过算法减少蓝光 于是红光和绿光会更多地融合在一起 生出黄调 镜片里的黄色是中和蓝光 还有一种镜片是反射蓝光 那问题来了 好好的为什么要防蓝光呢? 这是可见光的光谱 当中就包含着蓝光 但对于电子屏幕来说 人们习惯把380纳米到500纳米左右的波长都算作蓝光 也就是说除了蓝还有偏紫的和偏绿的 它们俩对身体的区别可就大了 像蓝紫光的波长比较短 能量比较高 会穿过金状体抵达视网膜 对视网膜细胞造成光化学伤害 甚至会引起黄斑病变 而波长稍长的蓝绿光却是有益的 它具有调节昼夜节律 产生暗示力 以及影响趋光发育等重要作用 所以说防蓝光的重点是挡有害蓝光 皆有益蓝光 不过也有一种电子屏幕很特别 压根就不会产生蓝光 它就是墨水屏 放大了看 一个个电子墨水 就是一个个带着正负电荷粒子的微囊体 它们在电厂的作用下 朝着不同的方向运动 也就呈现出了我们看到的黑色和白色 因为利用的不是内发光 而是环境光 所以电子书看起来就跟我们翻阅的书本一样 但比纸质书更强的一点是 它可以打开前光并进行调节 这样即使在弱光环境中也不泪眼 但其实话说回来 不论是护眼模式还是蓝光眼镜 对大多数人来说意义都不大 因为就算你盯着家里的灯泡看 射入眼中的蓝光 也比不上抬头看蓝天 毕竟抛开伎俩谈毒性就是耍流氓 正常情况下 屏幕里传递出来的蓝光 伎俩和能量都不够 而光源的强度和人眼暴露在当中的时长 才是伤害视网膜细胞的关键 所以如果你长时间面对刺眼屏幕 或者有干眼症 是可以考虑佩戴蓝光眼镜的 至于护眼模式 建议大家把档位拉低一点 不然黄黄的屏幕有色差不说 还有可能加重视觉疲劳 归根结底 要想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护眼 最好的方式可不是打开某个模式 而是点击锁屏 但道理懂得都懂 对我这种每天写文案 剪视频的牛马来说也很无奈 所以为了尽可能的保护眼睛 我选择用文石Note X3 Pro 查资料寄笔记写大纲 像最常看的PDF文件 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笔记 也可以打开双屏边读边写 提高工作效率 做的笔记和调整的文档 能直接保存在内置网盘里 方便事后查找 文石Note X3 Pro 还拥有去除文件水印 图片转文本等功能 不用咱额外花钱 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 可以直接选中文字 让AI帮忙解答 除了刚刚提到的智能操作 文石Note X3 Pro的地方还有很多 比如更清晰的屏幕 让我们拥有极致的读写感受 更轻薄的机身 携带方便 颜值也高 更流畅的系统 想怎么用 就怎么用 阅读 学习 办公 都方便 有需要的小伙伴 大可以趁着双十一 蹲一波 诶 全心